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日的时候夜间会有封面建立并通过 造成一些震雨的现象 整个西半部都有降雨机会 降雨很快的在周一就会逐渐转小 周二又是回复东北风型的天气形态了 可以注意到在降雨方面 各位会发现偏东风的环境影响之下 整个东半部其实都未在影封面 因此仍然有震雨的机会 而西半部都会是比较晴朗的 这种天气会持续到星期日的下午 星期日的夜间到星期一封面通过 各地都有震雨出现 后续仍然是东北风型的天气环境 因此北海岸东北角 以及东半部的影封面 仍然还是有持续震雨的状况发生 来看到降雨的分布 预估模拟图当中可以发现 我们星期六的天气会是比较稳定清浪的 但是东半部仍然都有一些震雨的状况 星期日星期一星期日是上半天晴朗稳定 但是下半天尤其到了夜间 封面通过云量增多 各地都有震雨的机会 尤其中南部的影响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原本的天气都是蛮稳定的 突然开始下起雨来 这种雨其实到了星期一 就会很快的停缓下来 只有在中北部以及东半部 还是持续有一些震雨的机会 在周二才会开始慢慢的转小了 来看到的是气温 在气温上可以很明显发现 北部的气温六日白天的高温 都是比较明显的 都有回升到22至23度 感受上比较舒适 而且相较于前几日来讲都是偏暖的 但是星期一星期二 很明显的封面过境 东北风增强 这时候气温就有明显的下降 请大家北部的朋友们 要留意到周一周二的这种天气变化了 以中部来讲的话 其实气温也有受到云量增加的影响 降低 所以原本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 就会在星期日星期一封面通过的时候 比较有明显的降温达到了18度 不过后续又慢慢的回温起来 因为封面很快就通过了 南部同样也是类似 受到封面的影响 星期一的气温稍微低了一些 最后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空气品质 高屏地区的朋友们要留意了红色灯号 红色灯号的空气品质 对所有族群不健康 请大家外出要特别留意 云嘉岸地区也出现了橘色灯号 空气品质比较差一些了 到了明日来讲 天气都是稳定的 但是东半部迎封面 空气品质好 西半部却是在被封测 空气品质比较差 尤其高屏地区仍然是有出现红色灯号的机会 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最后几点重点提示来提醒大家 东北季风减弱了 气温是回暖了 星期六好天气大家要把握 在西半部情时多云 早晚有起雾的状态 如果早出晚归 要特别留意到交通安全 在东部山区仍然有正雨的机会之外 周日的晚间有明显的变天 封面过境转为正雨 而且是全台都有降雨机会了 以上是今日的天气预报 最后来让我们看到详细的天气预报数据